第1020集 这个地方果然是有人气的 山下蚊蚓向上的小路 青山两侧被打磨得十分光滑的大理石栏杆 顺着蚊蚓的小路一路向上半个小时以后 一个似乎是隐藏在仙境中的苗寨就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这就是孔雀屏 虽然与世隔绝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十分古朴的村庄 这里的一切都保留着苗家最传统的习俗 村子的半边 一条小河围着村子流过 小河里的水倾刻见底 河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 倾刻见底 有着几名身着苗家服饰的女子正在打着水 欢快地唱着苗家的小曲 到了 这次是真的到了 这就是远古的屋 最后栖息的地方 远心难难地说着 她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体内有一丝血脉躁动 现在的她 距离乌族的传承仅仅只是差一个仪式而已 这个地方是远古曾经生活的地方 虽然时隔数千年 但是这里仍然保留了一丝远古大乌的气息 所以在这里她能够感受到血脉中的躁动 她取出了巫女新雨流下来的那一滴心血 只见那白雨雕成的小瓶子里面 隐约地透出了一抹血色 整个白雨雕成的瓶子都透着一抹粉红 这是巫女之邪的感应 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要找的孔雀瓶 你们是什么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上了年纪的老狱 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在一群村民的簇拥下走了过来 这名老狱至少有九十岁的高龄 她的头发银白 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她走起路来是生龙活虎 脚步非常的稳 而且她的脸上根本没有一点皱纹 如果不是她的身体微微的有些勾搂 任谁也看不出来她真实的年龄 老人家你好 我是元欣 元欣右手一伸 她的手心一抹金芒 瞬间扩大 片刻以后只见一个生身双翅的金甲虫 在她的手心 这正是上任巫女的本命骨 新鱼死后 本命骨奉元欣为主 这是 这是新鱼的本命骨 老玉的神色巨变 她几步走上前 不敢相信地看着元欣 你 你是元欣临死前 选择的信任巫女吗 是的 元欣点脸头道 新鱼不胜 欣临死前 感受到远古大悟的召唤 已经悔悟 她收悟道的传承不能断 所以留下她的本命骨 与她本命心血 让我来到这里 接受悟道传承 好 大悟保佑 真的是大悟保佑啊 老玉抓着元欣的手 她神色激动地喃喃道 去年 水仙和新鱼的本命烛火 相继昔命 村子里的远古乌木树 也未皇不堪 这是悟道传承极断的表现 终究是老天有眼啊 新鱼在临死前 找到了几成人 这样就好 传承终不会断了 老玉说着 双手交替在胸前 她颤抖着 双膝缓缓地跪倒在地上 高呼道 孔雀瓶守护人李清 代表孔雀瓶所有的村民 恭迎巫女 随着老玉跪倒在地上 她身后的村民 也同时跪倒在地上 李婆婆 快起来吧 我受不起您这一半 圆心连忙扶起了李婆婆 不 你受得起 因为你是我们的大巫 多少天了 我们总算是盼来了 李婆婆感叹道 婆婆好 叶浩萱上前一拱手道 我是圆心的朋友 商人巫女的事情 我想我应该给您讲一讲具体的情况 不用讲了 我们的巫女已经说了 心愿意误入歧途 心愿这孩子的心性 我是清楚的 她性格冷烈 想来杀法果断 而且因为水仙的事情 她也一直为师父抱不平 所以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巫的宗旨 不是杀人 而是持着一颗仁义之心 行仁义之事 所以心愿意误的事情 完全是她自己 久悠自取 这怪不得别人 婆婆能够理解就好 因为当时上任巫女心愿的死 毕竟跟我有关系 叶浩萱点点头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一名善者 因为在你身上 有大能的光辉 李婆婆看着叶浩萱道 你是医生吧 我是医生 您怎么知道的 叶浩萱愣了愣 因为你有一颗仁者之心 在我们的村子里 有远古大巫 临走前的一缕气息 能明是非 变善恶 一个人的心底如何 移到我们的村子里 我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李婆婆婆笑道 原来是这样 叶浩萱恍然大悟 她点点头道 那李婆婆 新语的污道传承 什么时候去做为好 现在 正月未出 正月初 据我们村子里的习俗 大巫的传承 是需要等到农历二月二 才行 因为这是个喜庆的日子 我们大巫的英灵 会回到村子里 那时候无需我们沟通天地感召 他就会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去举行仪式 当然是最好的 李婆婆道 那好 二月二的习俗是龙抬头的日子 一嫁娶 一出行 万事皆宜 反正时间也等不了多久了 我们就在这里等上一段时间吧 叶好轩点点头 那我安排你们在村子里住下 还有 你背包里的小姑娘出来吧 老是窝在里面会很累的 我们这里不怕的 李婆婆向叶好轩的背包里瞥了一眼 叶好轩觉得 这老太太已经活成精了 她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妙会的存在 那不过想想也是 她原本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守护人 守护污道的传承 自身也一定是有些能力的 所以她能看到妙会的存在 那也不是什么难事 妙会出来吧 以后你可以在这个村子里面玩 不用避着什么了 叶好轩叫了一声 白影一闪 妙会从叶好轩的背包里飘出来 她好奇地看着四周的一切 这个别具特色的苗寨村子 灵气充裕 甚至比她在京城的聚灵阵中的灵气 还要足 这里的灵气很足 对于她很有好处的 村子里的人都不是一般人 看得见你 但他们不怕你 有好多小朋友能和你一起玩 不要怕 李婆婆笑呵呵地说 谢谢婆婆 妙会很懂事地道着声谢 好好随我们来吧 李婆婆笑了笑 带着几人向村子深处走去 村子的面积并不算小 而且人口也很足 只是这个地方 与之前待的寨子又有所不同 这里的房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二层木制的小阁楼 上面青色竹子作为栏杆 后面带着一个小院子 显得十分的古典唯美 村子的正中央处 有一个湖 不过湖的面积不算大 之所以称之为湖 是因为这里面的水 与池塘里面的死水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湖水碧绿 显然是湖底有暗河通往其他的地方 否则的话 池塘的水不可能保持的这么清澈见底 李婆婆 有客人来了吗 湖的正前方一座比较大的院子里 一名穿着苗族服饰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李爷 李爷 这位是新雨临死前寻找的传承人 她是巫女 需要在这里住下 李婆婆介绍道 巫女 大巫保佑啊 武道的传承终究没有断 李爷激动的说 你好 我是元心 新雨 微微的一低头 我是村子里的村长 李爷 欢迎巫女 回到大巫的故乡 这地方 是巫女专属的房子 前面两位巫女 本命烛火 香气的熄灭 好在有了你 传承了巫道 你的房子 我时时都派人打扫 随时都可以入住 李爷一滴头道 那就谢谢村长啊 元心微微的一笑 和叶好轩一起走了进去 这个院子很古典 院子是青砖垒成的 而且里面大多数的装饰 都是由竹子编成 而且这里的竹子 与其他地方的竹子不一样 大多数的竹子装饰的地方 时间久了 竹子上的青绿色就会退去 但是这里不一样 虽然竹子被砍下来作为装饰 但是仍然保留着 生长时的清脆 整个院子十分的唯美 让人有种来了 就不想再离开的冲动 这里是正厅 这里是厢房 村长为元心 一一的做着介绍 这个地方是美人巫女 在这里感召巫神的地方 村长指着院子的最细色 这里有一片不算小的空地 空地上有着一个祭坛 原心点点头道 麻烦村长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再请教村长 好的好的 如果有什么需要 一定要来找我 村长连连的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院子挺大呀 叶浩轩四处的看了看 这院子比起老京城的四合院 还要大上一倍 这个地方 是屋到最后的传承了 在他们眼里 能与大屋沟通的屋女 都是神明 所住的地方 当然不一样 原心叹道 唉 可惜他们又哪里知道 自从上古一场 未知的变数以后 屋便从这个世界上 彻底的消失了 传说他们到达了 另外一个世界了 那里是屋的故乡 叶浩轩不语 远古的那场变数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域外的强敌入侵 远古大能一起共抗强敌 最终以惨烈的方式 封锁这个世界 与外界的联系 而远古的巨神 有的陨落在外 有的则是 长眠于塌底 终是不得回归故土 庙慧对眼前的这一切 都很好奇 她不时的在上空中 飘来飘去 看看这里 摸摸那里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 小姑娘走了过来 小姑娘睁着一双 滴溜溜的大眼睛 吃惊的看着庙慧 她似乎有些不明白 庙慧是怎么飘到半空中去的 庙慧怕吓到她了 连忙落到了地上 然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我 我只是对这里有些好奇 你是巫女的朋友吗 小女孩看着庙慧道 是的 我是巫女的朋友 我叫庙慧 庙慧回答道 啊 这么巧啊 我的名字叫慧慧 小女孩惊喜地回答 我没有缘分啊 庙慧笑嘻嘻地说 我能和你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庙慧连忙点点头 她伸出手道 我们一起去玩吧 村子里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好的 庙慧犹豫了一下 她并没有伸出手 你为什么不伸出手来呢 慧慧很诧异地问 在他们的村子里 好朋友应该是一起手拉着手玩的 我 我是灵体 无法拉到别人的人 庙慧说着 右手在一根竹子前传来传去 她的手几乎就像是雾气一样 能穿过任何的东西 啊 原来是这样 慧慧吃惊地看着庙慧 随即她摇摇头道 没关系 我依然可以拉着你 说着她跑上前 伸出了手 庙慧犹豫了一下 她同样伸出了手 放在了慧慧的小手上 慧慧一点也感觉不到 庙慧右手的存在 但她还是虚脱着手 做出了一副和她手拉着手的模样 你看 我们这样不是已经手拉着手了吗 慧慧微微地一笑 走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好 好的 庙慧有种想哭的冲动啊 因为她太久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了 自从当日深远 之后寄居在白莲之中 她几乎就是一团雾气一样 在这天地间游荡 那种没有衣服的感觉很无力 也很难受 她已经记不清楚 自己有多久 没有和别人拉过手了 眼前的慧慧给她的这种感觉很真实 让她感觉自己在这一瞬间 仿佛有身体的存在了 走 我带着你一起玩 慧慧笑道 好的 妙慧的脸上露出了真挚的笑意 两个小女孩手拉着手 欢快地向前跑去 她们的脸上露出了真挚的笑意 很羡慕他们吗 看着叶浩轩蒸蒸的出神 原心走到了她的身后道 是的 很羡慕 叶浩轩狠狠地点点头道 只是人都会长大的 原心笑了笑道 是啊 人总会长大的 叶浩轩摇摇头 我知道在庙会的心里 很没有归属感 她这样虚无缥缈的样子 我看着心里也不好过 希望这一次 我能在这里找到 所需要的天才地宝 天无绝人之路 你一定会找到 这好描绘的方法的 原心点点头 村子里走走吧 这个地方的景色不错 叶浩轩点点头 这个湖一定有来历吧 叶浩轩看着巫女府前面的 那个并不算大的湖道 应该是 原心和叶浩轩一起 站到了湖水前 这里面下面有暗河 不然的话 水不可能保持这么清澈的 可能是吧 叶浩轩点点头 村子很别致啊 比起之前我们待过的寨子 档次又高了不少 这个地方 是屋到最后的地方了 李婆婆说 这个地方留的 有上古大屋的神石 这句话 也并不全是迷信 我有种感觉 我觉得上古大屋所留的神石 的确是在默默地 关注着这里的 原心笑了笑道 我感觉不到 叶浩轩摇摇头道 或许因为我不是屋吧 只有屋 才会有那种感觉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或许是 当我真正继承了 屋到的传承以后 我的血脉里 将会有那种印记 到那个时候 不管我身在何处 都能感受到 远古大屋的残魂 原心悠悠地说 你们所指的大屋 是吃油 叶浩轩问道 是他 在华夏 他被称之为魔神 原心点点头道 其实传闻中的他 并不是那样残暴无道 是 我相信远古的大能 没有那种残暴无比的人 他之所以被人称之为魔神 其真正的原因是 独立之战的胜利者 是圣皇 叶浩轩党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 历史都会写错 更何况是神话呢 我也觉得 在巫族的传承的故事中 我们的大屋 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 他爱名如此 独创描运一脉 为天下藏生解除病患 原心点点头 但愿你们的这位大屋 还存在于三千世界之中吧 叶浩轩淡淡地说 上古的那场变故 到底陨落了多少大能 这是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吃油 号称魔神 一身魔躯 几乎是不死不灭 也不知道在远古的那场浩劫中 他到底是陷入了沉睡 还是和行天一样 陨落在三千世界之中 你说什么 原心有些听不懂叶浩轩的话 他不明白什么是三千世界 没什么 叶浩轩摇摇头 这件事情 还是不让普通人知道的好 有些人知道的好 有些人知道的好